那请问这两个案子跟人民有没有关系 都没关系 特征组会查人吗 而且你是立法院的反对党特征组 那专门查立法委员的都查到人民没差 所以提一个跟人民没有关系的事 然后提一个废监察院 大家知道那不会废 所以就提出两个真正如同徐晓星讲的垃圾案 提出两个垃圾案 然后让蓝白互相洗白 然后人家说你看你们蓝白都航蟹一起绑在一起 没有没有 这两个案子我们是持反对态度 根本是烟幕弹 假的嘛 假的 所以大家不要骗了 这是两个戏精在演戏 就是黄国昌 柯文哲 朱立伦 傅昆奇 四个人演的一个漂白大戏 就是我们还是有理智的 我们没有那么笨 你看遇到不好的案子 我们还是没有合作 假的啦 我告诉你 他不要被他骗了 那根本是假的烟幕弹 余将军出身蓝颖的 果然可以看出他们在演戏 我们从国民党出来 16岁在国民党 我怎么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宫廷大戏 因为这样演的 很多基层的蓝颖说 你们不能老是跟白的绑在一起 那个家伙会害人 这个就拿来说 贝贝我跟你讲 没有 你看他们要废监察院 翻脸啦 五权先把怎么可以翻 演戏 一来一往 就想说我这个东西掉了 我捡起来了 我捡起来就是这样子 在演戏 公堂之上 演得如此粗糙 我如果不把你点出来 你还真让骗了那些 资深的国民党 深蓝的伯伯 不要骗了 他们在演戏 他们在演戏 阿川这个太厉害了吧 这个原来是何演这出戏 让大家以为他们真的是 有意见不同的状况 其实原来就是一个烟幕弹 就是包牌 包牌 包牌 就是说这样讲好像也对 这样讲好像也对 然后先拿一个出来被大家打 然后打了之后呢 其实后面还有另外一个 所以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他们的共同目标 就是讨厌民进党 反正就是干一些事 让这一个讨厌民进党的人 更凝聚 你看那个许小青就是这样 他所有的作为 他不怕被民进党围攻 民进党围攻他 越围攻他越好 对啊 你看他睡觉的时候没有声量 然后跑去站在黄国昌后面 声量就起来 然后睡醒没事 但是在那里看看 抓到邱毅云了 摆到了 看到邱毅云落单了 直接跑过去 然后跑过去抓他衣服 弄一下 声量又起来 你说你怎么看起来 像个小泰妹去打人 男影就喜欢去 他就是要这样 对不对 因为他不在乎中间选民 他不在乎中间选民 所以当我们讲说他们矛盾 或者是说他们是不是有嫌隙 他们是不是开始分裂了 他们是不是没有讨论 反正无论如何 这一些都创造的话题 那创造的时候 他们可能好像快分裂了 好像没有商量 然后好像这个谁要当老大了 柯文哲被边缘化了 因为柯文哲怕被边缘化 所以柯文哲一定要出来反对 这种真真假假 到最后回到一个原则 就是什么方法 可以让民进党下台 什么方法可以让大家更讨厌民进党 那就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至于这个中间采用的手法 不一样没关系 然后最后就是要让台湾这个地方 软 令化育这个地方 从堡垒的内部摧毁堡垒 你看看 现在这两个星期 台湾人在看这个东西 台湾人在看来说 他又在乱了 对 现在是在乱三回 所以有时候到最后 大家没想要看 没想要看 你这都乱七八糟 民进党 民众党 国民党 整个国民党 令化育这边有的不的 经济都没有冲 这个在对赖清德的执政会有影响 赖清德做总统 做总统 这令化育怎么乱到这样 这个如果这样下去 各位两个位一直下去 所以对执政党是不利的 民进党不一定能做出经济成绩 范老师 怎么看现在的这股社会氛围 就是徐晓菁想要这个 拉高这个仇恨值 当然于将军说你不够这个 还不够呛啦 还要继续嚣张一点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的发展 这个台湾过去也好几次的这个罢免案 那不含像韩国瑜的罢免等等 都是不可能透过政党 因为搞到政党来发动 就变成蓝绿对决了嘛 那仇恨值 对方的仇恨值也会起来 所以我们都是要透过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一般的民众 或者是一般的这种 所谓的市民团体 公民团体 他们来发动 才有正当性嘛 才可以就是说超越 原本的蓝的盘 或者原本的绿的盘 然后让那个盘能够扩大 然后比较没有那种 所谓政党对立的那种倾向 那比较偏绿的所谓的 这个公民团体很多啊 像这次我们看到了 对上个礼拜五跟前天 礼拜二我们发动在立法院的 对不对 什么金明联一大堆 都是随便算三十十个 他们的立场 大概就比较本土的 爱台湾的 然后强调两岸互不隶属的 他们出来 而且他们没有那么明显的 跟民进党的连结性 他比较超然的 而且就是很多 像那个金明联 我看那些出来的人都二十几岁啊 当初这个 罢免韩国瑜 四君子也都是年轻人 二三十岁 包含现在你去罢免 这个基隆市的 这个一样 拆良行动 都是非常拆良行动 这非常年轻的嘛 但是国民党的 属于比较偏蓝的 所谓的共民团体是什么 蓝天行动联盟 八百壮士 那个年纪都蛮大的 爱国同心会 都是这种人啊 他们的立场上都是那种深蓝的 甚至红统的 甚至跟红袖柱 几面连结在一起的 这些人出来 我可以告诉你啊 你就像许晓星讲 你们也可以找这些团体出来啊 问你是他有没有说服力 没有说服力嘛 你跟台湾的主流民意 是相违背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国民党要罢免 他们现在也提出几个啦 例如说他们看到 第一个张宏路嘛 第二个是高雄市的 叫李柏益 李柏益 第三个就是这个吴奇明 他新北市的 吴奇明 对 土三英 再来就是台中市的这个蔡其昌 哦 蔡其昌 第四名 第五名是张 这实力很稳的耶 第五名是彰化县的黄秀芳 OK 那我们刚刚讲一个 就算说张宏路来 张宏路他的 他三清北啊 他跟第二名得票率的差距是 4.195% 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图全集 他他差的差距大概是 大概是1.35%而已 差一点 差对 差非常有限 差1%不到1% 因为图全集是48.19% 那当时呢 另外黄世杰是47.61% 所以差不到1% 所以那个差距是很有限 他只差了1200票 1229票 所以这个跟张宏路来比的话 还是他的困难度 还是比较高一点 还要罢名的困难度比较高 因为他差了4.19% 所以我觉得困难度 还是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列那个名单人 跟月延之不好 因为你抓了张宏路 因为他同一个板桥 一个西一个板东 你知道害死哪一边的 这已经很低调了 他连说要找找 你看那个 让整个板桥热起来 列的名单有些 实力超强的 对啊 你看那个李柏毅 他其实跟第二名 你去弄蔡其昌 第二名差的 重点是把蔡其昌 那一区列的 他差是6.6% 他到底了不了 对啊 那搞不懂 蔡其昌差了7.2%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明镜 这个是蓝银做的 蓝银做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我觉得蔡其昌 可能跑步大笑 就是太好笑了 来来 技术层次 我坦白讲 我先讲我的心态 选举是人民授权给你民意代表 罢免是人民把你收回去 所以我个人是反对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去介入罢免这个事情 让选民自己去发动 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 不是拿来当做政治互相斗争的工具 而且这样斗也不会成功 第二个 罢免要成功 要靠仇恨子 你讲张鸿路 张鸿路做错什么事了 唯在立法院那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有喊着张鸿路的名字吗 没有啊 当选要靠热爱 有时候也会靠仇恨子 靠对方的仇恨子 但当选基本上是来自于支持 罢免是来自于仇恨子 所以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对要丑化 现在就算说当时差几票 跟现在那个完全也不一样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在这件事情上 人民你要 你先看我们当候选人 我们这里选过举的大概 就我们这一排三个 我要你投给我的时候 我一定要拼命告诉你 我要做什么 希望你支持我 我会办活动 希望你喜欢我 我会发文宣 希望你认识我 这是选举 那我们每一个公职人员 应该问自己 你面对人民要罢免你的时候 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你应该去听听看人民 在跟你讲什么话 罢免是民众人民讨厌你 对 那讨厌什么 你要不要修正 还是要跟他对干 就好像你选举的时候 我选举的时候 我遇到亲皇 就要说我不支持你 你如果跟他喊说 我不插你这一票 我想这个温戏 你一定落选 因为那不会只插那一票 对 你懂我意思吗 那同样面对大罢免 罢免来啊 来一个我再配你五个 这样的态度跟我们选举 我们在三场拜票 不会每个都支持你 有人不喜欢你 你还是谢谢 谢谢你的指教 那还有一种说 我如果插你这票 我就不用做了 我想这个一定完蛋 不是这一届就是下一届 所以面对罢免也要有一个态度 现在国民党面对罢免的态度 我觉得好奇怪 你面对这样罢免的态度 要对干 你是担心你的同志 不会被罢免吗 委员这例如还没有倒霉 谢国良先倒霉 谢国良 你还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 是国民党给他的建议 叫他低调 对 国民党的建议给他低调 不要再讲蝙蝠会下蛋了 不要再弄弄弄膝了 他低调低调 他躲一段时间 然后立法院盖过他的官司 他就赶快专心试证 假装这样的 就盖起来看不见了 那他低调 没事立法院国民党团的 不管是徐晓鑫还是谁 来啦来啦 一个罢免一个配你五个 大家回头一看 谢国良連署到一半 继续 那提油救火嘛 罢免谢国良那个团体 真的是纯民间团体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 以前是民众党支持者 他说自从那件事 就立法院这个青鸟行动之后 他们的募款暴增200多% 对 两倍多 村属的名单 都如雨后村属 跑出来 所以其实面对选举 是一个态度 你才能拿到选票 面对罢免 其实也该展现态度 那现在就是一个正当性的问题 那这个正当性跟愤怒值 达到临界点的时候 他是会 他是会有那个效果的 那我个人对于民间民众 要罢免谁 我没有意见 我倒是希望如果民众 针对哪个选区 发起罢免的时候 那一个选区的公职人员 扪心自问 我哪里让他生气了 如果他有调整 不管有没有罢免成功 对国家都好事 但我要回头讲一下 你刚才讲 讲那个经济学人等等 其实整件事情就跟 我坦白讲 就跟权力有关 黄国昌捧卡提诺 捧这种娱乐性高的 甚至有人说是内容农场 然后去抨击国际 有公信力的经济学人 对 标准在那里 就是有没有合他的意 合政的意 就是王道 不合我的意 你就是绿油油 然后非监察院 他不非考试院 傅昆旗跟 黄国昌为什么要废监察院 不非考试院 因为五权宪法 如果要改成三权宪法 我个人是支持 废考监我支持 他们只讲监察院 因为监察院废掉 那个权力会来到立法院 会让立法院更有权力 对 废考试院 公务人员的权序考试 零聘 那个权力会跑到行政院 所以五权宪法 他把它变四权宪法 变成傅昆旗黄国昌版本的 那其实只是为了他们要扩权 不是什么严肃的宪政改革 然后呢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 如果你会彭卡提諾 贬义经济学人 然后对黄国昌来讲 你的法学视讯教学 是看包青天吗 就那种逻辑很怪 所以我觉得 讲人家说 几个人囊囊 他去讲那些法学学者 讲别人囊囊 那个心态 其实自以为帝王 我在上面 哎哟 听到里面浪浪了 那么几个人 那么小声 我根本不用拟你 这种木空一切 在推动国会的修法 其实是极度的危险 我要拿这个所有 在看电视的朋友 你欢迎收到一个法律 你没带安全 没就是五百户 你欢迎收到一个法律 全国都要准收 今天他们这几户 把团体来修理 你选立委应该是新法案 新武算 叫他们要检查法官 检查官 他通过法律之后 你知道吗 我听吴炳瑞做过法官的 他说 哎 人民如果法院 叫你来你不来 罚三万 去法院不去罚三万 立法委员叫你来 你不来罚十万 十万到二十万 还可以连续罚 法院只有一次 结果立法院叫你来不来 是十万连续罚 这什么逻辑啊 完全不合理 你选出来立法院 你敢在糟蹋你吗 你凭什么 然后所以 当你选出这样的理由 他去立这个法院 每个人都会受影响 这就是人民 担忧跟愤怒的地方 那你担忧愤怒出来 这些人说 你们几个人囊囊 那几个都是法学博士 法学教授 然后叫你去看 看那种平台 不去看国际媒体 所以我坦白讲 我们现在国家 面对一个状况是 国际媒体形容就是 单一权力集中 那叫极权化 台湾从民主的典范 要走向单一集权化 这是经济学人认为指标 要重新评估的重要原因 这是欧洲商会 可能认为投资评价 要降等的真正原因 那这会影响到 每个人的头脑修立 那这个私塑列车 如果因为有一些人 面对罢免的压力 他改变的态度 做出符合人命的意志 那这个私塑列车也许还有救 否则我们真的很多东西靠视线 靠视线王鸿威 还讲出一个很有趣的话 为什么视线要找 没有名义基础的大法官 他这样讲 我一听就傻了 我说视线不找大法官 还要有名义基础 那是什么意思 他意思是要找立委 所以以后视线立委视线 检调查案子立法 立法委员调查案子 判决用表决的 看谁比较多人有权力 然后这个有没有违宪 大法官不好 让立法委员来用 这国民党素质没那么差吧 这已经差到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了 所以这当中有可能是 出现变数 到底谁压谁 那或最后会怎么样 这恐怕都是一种政治赌注 那当然因为以黄国昌来讲 现在可能就在观风向 Grace你怎么看 这个他还不是那么清楚 是不是要成立在野特征组 就你这个白银的了解 还跟对柯文哲 他们之间的关系 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毕竟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嘛 这个傅昆琦现在的地位 就是蓝白教头 教头 那他就是很威风的样子 可是他忘了啦 因为他忘了他这个面前 虽然有这个黄国昌 白一百顺的样子 但是其实要注意 这个民众党背后的大的 是柯文哲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彼此有点误会 就像是黄国昌看着傅昆琦 他忘记国民党背后有一个朱 朱立伦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现在是有点自以为哥良好 两个蓝白结合就可以改变整个台湾 我觉得这个是误会大了 那柯文哲自己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非常的强调 他反对 那个时候所谓的这个 那个候选人叫侯友宜 提出来的这个特征组嘛 他本来就反对了 因为他不认为这个需要特征组 但是所以你看 这个所谓傅昆琦 跳出来说要成立特征组的时候 黄国昌说什么 黄国昌说这个我还不这么清楚 表示他们两个没怎么瞧好 不然监察院果真啊 没有瞧好可能是还没算好 还没算好这背后到底是要怎么 可能黄国昌想说怎么讲得这么快 所以现在就再拿出那个 这个王毅川的小鞭子 他继续打 你看现在你说黄国昌他会不会怕 我跟你讲 因为三毒通过之后的风向 真的是不利于黄国昌 所以你会发现黄国昌最近 有没有在硬推这个 他的声量整个慢慢的往下压 但他现在是把抓着 抓着我们这个王毅川往上拉 为什么 你看今天罗志强直接讲 我们王毅川是天眼局 天眼局 我现在看着王毅川 除了他现在 有两颗眼 两个眼睛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眼 真的 有肚致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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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什么眼 我看他有没有天眼是看不到 所以你看 連罗志强都要出来捧王毅川的时候 这表示国民党紧张了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三毒 还有这个所谓这个什么 青鸟的这种行动 如果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些法案 对他们不利 外国昌怎么看 他们的运筹帷幄 到底是一个什么 这整个就是一个扩权的想法 我刚才已经讲了 五权宪法去掉考试监察 变三权分立 这个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运作 我个人支持 可是黄国昌跟傅昆琦的问题在于哪里 他先把立法院 把立委扩权 我坦白讲 全台湾的选民 在去今年初选立委的时候 有人希望把立委的权力放大吗 没有 选民没有吧 果然冒出这一题 选民没有吧 我自己当立委我都知道 人民对立委的信任感 也许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已经把立委真的权力扩大了 现在讲要废 也只讲废监察院 不废考试院 他只想要把监察院的权力拿过来 然后考试院的部分呢 我要分出去 我要变四权宪法 所以根本就只剩下傅昆琦跟黄国昌权 但这里我要补充讲一个 这里面还是假的戏 假戏 连有高度共识的18岁公民权修宪 都没办法复制 复决的时候过了 废考监你在立法院联署 国民党会帮你联署吗 废考监民进党可以联署 你只废一个院 监察院联署不会过 就算联署过了 出了立法院去社会上去复决的话 会不会过 所以把立法委员扩权是真的 但是要不要废掉监察院 我觉得为什么傅昆琦敢随便讲一讲 然后国民党就表示反对 他这话话的而已 那另外 刚才讲 可是委员我觉得 因为黄国昌跟傅昆琦两个 如果是要把这个权抓在手上 但是问题是背后他们还有老板 不会是要老板 我愿意会想起来 你肯定是要老板 你肯定是要老板 你肯定是要老板